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失去耐心了 他们夫妇在准备二十年结婚庆典 我想总该给他人道迁就吧 我觉得我们不像是合作伙伴相识对手 在找对方的软肋 这不是事实 黄总 希望就在眼前 身手都能摸到 你们现在最最正确的心态就是 相信我 思念是一件折磨人的事 没有一点点幸福 这好男人有的事 你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呀 没有比他好的 既然要找棵树 何必不是他呢 他们马上要搞结婚二十年纪念 孤畅富岁好着呢 你还往里查 这叫什么呀 这叫危险的关系 结婚纪念 我怎么不知道啊 他不管 爱谁谁 来了 嗯 要喝点什么 不用了 怎么样 最近还好吧 还那样 你懂的 米娜想来咱们公司 我们公司 郑总 你不会瞧不起我吧 米娜你别多想啊 是这样的 我觉得猎头这个行业不适合你 你还是应该做回你的本行去演戏 你有这方面的才华 还不是演戏不成 才跟着一枚学做这行的 得人要是不要我可以直说 再说了 演戏必须要去北京 在这儿哪有心 当然得去北京 北京 我哪儿都不去 这儿有陈修峰 你还真这么想 嗯 我丑话说在前头 怕你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袁坤也是这么说 你不是辞职了吗 怎么还见他 我是去警告他 让他不要再碰陈修峰一根汗毛 你傻不傻呀 去警告他 他是老江湖了 就是碰了陈修峰 你能怎么样 要命的东西在他手里 你这么做 只会让他加大力度 加快速度去逼迫陈修峰就范 警告他 幼稚 你们说什么呢 什么要命的东西啊 为了陈修峰我尽力了 幼稚就幼稚吧 我可比不了你们这些老油条 你不是说 要帮助陈修峰吗 你都做什么了 琳娜 琳娜 你别出气 我问你 你是哪天见的袁坤 昨天 你见他的时候 拿的也是这个包吗 对啊 怎么了 你干嘛呢 把这包给我吧 没真心 他说我闺蜜 你要干嘛 什么意思啊 就在这儿谈啊 就在这儿吧 实不相瞒 你在我太太眼里 是很不受欢迎的人 他是对的 不能再拖了 洪生逼我逼得很厉害 你也口头答应过 今天你必须跟我明确交代 什么时候签合同 面试都可以免了 我对洪生很反感 你跟他们说了吗 没有 这不重要 我在你太太眼里 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很想见见你太太 要给她的邮箱 给她发点幽默的家庭录像 男主演 她一定眼熟 何必两败俱伤呢 我也不希望两败俱伤 我叫她是双赢 对了 听说明天是你们的 结婚纪念日 邀请了那么多亲朋好友 也不给我发个请柬 这是她和她的闺蜜在港 这是我不管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是不会发愿的 可我不能缺席啊 这是大事 您是我的重要客户 我还想送给你们一份大礼呢 最好别出钱 那要看我的心情 我的心情 掌握在你手上 魁大姐说不想大搞 总共也就二十几个人 从门口签到 桌上都是饮料和茶点 这个视频播放啊 之前还得试两次 还有两段音乐没有铺好 请来的技师都在机房忙着呢 今天晚上就能来试 魁姐说 袁空见了陈老师 说明天她也来 坏了 她怎么知道呢 魁大姐没说 会出事吗 会出事吗 不知道啊 这家伙总是这样 自信得一塌糊涂 你真把杭州当家了 白吃白喝的 不回你们北京了 你当初为什么逃出北京啊 问这问题有意思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说呢 有一种心理暗示 如果你回北京了 那就说明一切都好了 你恢复元气了 如果你老是躲在这儿 就说明一直伤痕累累 我是这个意思 照你这逻辑 我快要不治身亡了 怎么讲 我近期不打算回北京 想在杭州找份工作 你说我这伤得得多重啊 真的假的 你这女神兮兮的样子 想起一出事一出啊 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郑秋冬 我可是做过大型传媒公司 老板的人呢 年营业额十八亿 手下有六百多人 在北京CPT我有两条路的办公区 想见我还得提前预约呢 你该记得的呀 我能干什么 你可太结婚了 好吧好吧 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你什么都能干啊 真是卤水点豆腐 一无香一无 你就对我有本事 你要是对别人也这么恨 也不至于被伤得这么深呀 你管得着吗 你良心被狗吃了呀 我来杭州这么多天 跟这流浪猫似的 你明明知道我难受 不安慰一句也就算了 你还说这种话来伤我 你还留任性吗 你还留任性吗 没有 我太没任性了 我太没任性了 行了你说吧 你要找什么工作 我让另外帮你找 好 我自己也能 明天穿这个好看吗 好看 我让你沉沥之后 你心疯了 要怎么办呀 我有这款老婆 我也不想去过 Frame 你别找我工似啊 让我先去 好 怎么了 明天宴会上会遇到个人 我会介绍你们认识 你别表现得太意外啊 跟你说一声 谁啊 罗一人 以前见过 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还有熊青春 我去送个车钥匙 是吗 匆匆一面一分钟不到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明天我会着重介绍 我的女朋友贾一铭 这于晨飞劈腿的事情太恶心了 他又受伤了 又来了 别这么看着我 他这次来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 沈秀峰的太太奎皇奎大姐 跟她是老朋友了 以前亏姐在她的公司做财务总监 她们现在是闺蜜 她这人太旗袍了 总是这样 在北京受伤 来杭州撒娇 这一副号 写身材 这一副号 写身材 陈老师 陈老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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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请一人在那边 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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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哈喽 今天要看你的电影了 嗨 哈喽 哈喽 什么电影啊 一段影像而已 嫂子 我又看到您的营销故事了 让你见笑了 女神 你还看我那八卦呀 几个月了 还不到三个月呢 对了 我能做你个专访吗 我 嗯 你别别 我没什么好访的 我建议您啊 访一访魁姐 那可是有故事的人 是 是让八卦 随便玩儿都苍白的人 是啊 怎么把她给忘了 嗯 这个主意好 我可以帮你们约时间 跟我们聊 她一般不 魁姐 张老师 你好 这是我女朋友 那家伙来了 那是她女朋友 以前见过吗 那次光注意熊青春了 有她吗 有她吗 哦 她那次来送过东西 如果马上就走了 可能你没注意到 好想吃 嗯 嗯 来了 我来介绍一下 罗一人 可以解得好吗 贾一梅 我女朋友 也是我们公司 现在的副总 你好 你好 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好有艳妇 她是在夸我吗 她好像在夸你们俩 一人姐 一人姐 我在网上看过你的照片 很漂亮 今天看到我本人之后啊 也想到海药漂亮 谢谢 我发现您特别会穿衣服 搭配得很舒服 多公平啊 开始夸我了 电脑调试好了吗 好了 各位至爱亲朋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今天是陈修峰先生 和奎黄女士 结婚二十年的庆祝活动 能够共同见证 这一幸福的时刻 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 在这里 我要向提供场地的 山谷商路 表示感谢 要对前来报道的网站 表示感谢 感谢您的光明 感谢您的善 好 下面首先 请我们今天的男主男工 发表感言 二十年不容易 今天看到从各地赶来的老同学 老同事 我很激动 今天这活动 今天这活动 是我太太教的 我们没有孩子 相互把对方 当当半个孩子来养 这一路走来 感觉很幸福 スタッシュ 我的话讲完了 老伴 你也收起句句 今天在座的都是老同学了 他平时挺能说的 今天怎么就讲了半截 我知道我该说什么 但是怕说不好 本来 你怎么来了 没打算搞这个活动的 得感谢我的好妹妹 罗依仁还有 是他更远我 而且帮我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二十年 真的是不容易的 今年 我跟修风遇到的麻烦多 老人现在还在医院里 他一直都过得不高兴 一人说 二十年了 你们办一个活动去冲冲洗吧 这就是延启了 谢谢你我的好妹妹 谢谢秋冬 秋冬还是你来吧 谢谢 谢谢 敬请二位到台下就坐 接下来呢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小电影 是关于我们二位主灯工 这二十年的爱情 生活 和事业 关灯 今天所说的爱情 原本并没有这个名字 而是叫命 两个陌生男女之间产生故事的几率几乎为零 如果这个零改变 那就是命的作用 如果改变得十九而胶着难分一五 那就是被称作爱情的那种命运所致 今年是陈修峰先生和葵黄女士结婚的第二十个年度 这些影像记录了他们一路风雨半生求促的二十六年 一九八四年 他们走进了同一座大学 邂逅了一段奇妙的情缘 读大学的时候 我是孤独的 没有哪个男生会多看我一眼 那个时候 我对她很有好感 可是追她的女生太多了 我知道我自己没戏 所以我就装出 一副对她很反感 不屑一顾的样子 即使这样 也难免会偷偷地看她几眼 那一份单相思 加上甲青膏 那个苦情友 在一个落花流水两得 一直撑到大三 我纠结得快要崩溃了 就那个时候 她跟外语系的女朋友分手了 爆单了 我就警告自己 如果这个时候再不下手的话 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一九八六年九月的一天 奎黄的日记这样记录 今天是在农场的最后一天 趁晚上聚餐多喝了 被白姐撞到大 不管三千二十一 跟她说开了蜡蜡 死而无憾了 结果那天晚上她喝醉了 醉得像烂泥一样 什么也没来得自己表白 就碎死过去了 可是她抓我的手 抓得平平 一直都没有放开过 我在她的收拾 坐到她的床边 看到她一夜 天亮了 她突然地松开了我的手 好像是在说 你走吧 走吧 但她没有醒 我憋了一夜 出去上厕所 这一出门 我就静怠了 这农场 大片的巷都会突然都开了 这满眼的惊慌 莫名其妙地感动着我 我就蹲在地上 哭了起来 她跑回宿舍把我叫醒 眼睛里还带着眼泪 黄黄地追我下楼 去看农场白亩盛开的葵花 他们颠三导致地跟我说什么 葵花啊 归宿啊 说葵花就是她的归宿 不是我在跟别人好了 我只能跟她好巴拉巴拉说了好多 本来那天多喝酒 我是想向她表白的 可是喝醉了 烦闹得她向我表白 追雨被追颠倒过来 这二十几年 就这一日之差 让我占尽了心理优势 后来有两首歌 我什么时候听 什么时候都觉得是在写舞 什么时候听都会热得盈眶 一首叫我是一只小小鸟 另外一首叫野百合也有春天 大四年代 魁老师在实习机构的保健下 获得了去哈佛留学的资格 那个年代公费留学哈佛 即会堪比黄金贵重 可是她放弃了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晚上 我们几个女生 都在抱头痛哭 魁国说她不想一个人去哈佛 她舍不得修风 要去的话 等以后有机会 两个人一起去 当时我们老师都说她傻 可把我们感动的心里面 真的是酸溜溜的 说实话 倒是还有一点 嫉妒她那个时候 你想 陈修风那么优秀那么帅 就算为她牺牲再多都值得 魁皇放弃出国的决定 让身边荣华四应的女生都静单了 真的 她们只能敬而远之 她们只能把她和我 伸在纵目睽睽之下 当时我就想 我必须成就点什么 来报答这位有情有义的女人 两年后 她们携手走进了哈佛 一九九四年 在做葡萄酒生意的陈家的赞助下 她们去欧洲旅行结婚 在地中海的客轮商 她们宣誓福祸相伴 共赴百道 那天著名的马尔塔会谈 正在三海里外的 另一艘客轮商进行 哈佛毕业 她去了摩根 摩根正打算向中国发展 我闲在家里 就想生个孩子 可一直都没有成功 我们俩一起做了体检 两天后她下班回来 满脸沮丧 说她话有先天性生经障碍 终身不育 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幸福一下被浸泡到了冰冷的水中 陈家是冥本望族 对孩子的期待可想而知 我们是同乡 在我们那里 要是没有了孩子 那是 那是一段连续失眠的日子 我想 如果不能生育的人不是她 而是我的话 我会怎么选择 我舍得离开她 让别人来延续陈家的香火吗 她会挽留我吗 不敢设想 幸亏是她 如果她因此要离开我的话 我绝不会答应 我有陪她到底的信心 那年冬天 纽约很冷 在中央公园的滑冰场 在已经不存在的世贸大厦的 观光平台上 葵煌像神父一样 跟我讲了很多启发先知人的话 人生短暂 得到一个一心为你的老婆 还有何求 爱情既然是神话 就会散发出有无尽头的魅力 2002年 陈修峰出任中美核资基金的中方经理 夫妇二人回到了孤独 以此偶然的体检 奎皇发现了一个让她灵魂出窍的事实 她竟然也不能生育 拿到体检报告 我真沮丧了 这个人都萎缩了 我想我和老陈怎么都这么倒霉 怎么都会有身余障碍 我虽然想了一夜 我忽然想也许她没事她是健康的 很可能是之前那个医院搞错了 我委托我纽约的朋友 去西奈山医疗中心查理 果然 她真的没事 我当时就愤怒了 我立刻找律师 我要告之前那个医院 然后我打电话找她 她当时在海南 博鳌亚洲 电话通了 她接了 我说她听 听完就沉默了 沉默了一会儿 我一下就明白了 她知道 她知道真相 她知道她是健康的 那个有身影障碍的人 是我 天哪 九二年 到零二年 她编织了一个 这么大的谎言 这自己长子长孙的那个 家卫于一旁 就是为了把我留在身边 而且是 这么有尊严的 留在身边 这么有尊严的 留在身边 什么是丈夫 我理解了其中 顶天立地的含义 这十年的时间 我得到的屁股 是生灵界最高级的 每次回忆 每一寸光阴里 都藏着人性的光彩 都藏着人性的光彩 我感谢一九八六年 那一片忽然盛开的向日葵 让我得到 这样一个人 十年 一个美丽的谎言 建成了他们缔造的至尊至圣的情感殿堂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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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 是不是 应该还有很多同学了吧 我是书静 你们还记得我吗 我女儿刚刚生了孩子 对 她随我 结婚早 生孩子早 所以 我现在四十六岁就已经做外婆了 木鲁木鸡 到杭州的路又太远了 所以我实在实在是 赶不过去 老鹏走了八年了 我曾经 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从巨大的悲伤当中走出来 甚至遇徒一日求死 能够从那片死黑死黑的阴影中走出来 我要感谢我身边每一个曾经鼓励过我的人 特别要感谢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我女儿莎莎 她生了一个新生命 让我想长生不死 一直在她们身边 再一个就是你 葵黄 罗小姐找到我说 如果实在是过不去的话 能不能入一段VCR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 这是你以前发给我的邮件 我想在这里 读给你和老陈还有同学们听 你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 作为我送给你们的 结婚二十周年的礼物好吗 零八年七月十一日 爱飞你好 你的邮件 会心疼你的 老陈走了一年多了 你竟然还在说想跟她走的无头话 她若印尖有灵 会心疼你的 莎莎十五岁了 你要为女儿留于分乐观和她 别忘了她 别忘了你还是一个母亲 你的态度将决定 莎莎少年回忆的色彩 零八年十月二十年 谢谢爱飞的重阳膏 今天收到了 正好是重阳节 想起一件事 零四年重阳节 我还在香港 修风在北京筹建一只私木 有天晚上 我接到北京警方的电话 说修风出车祸了 让我马上去北京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料定凶多吉少 得到北京是深夜一点 我害怕得浑身发抖 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老在想 她走了一定是她走了 最终我进的不是太平间 实际就是 见到她的时候她吵我笑 我一下子瘫在地上 扯着嗓子喊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你要是死我就跟你一起走 跟现在的你一样 这件事让我对生死的事 有过长时间思考 爱飞生事偶然 死是必然的 我们对死亡的态度还不够公平 悲伤中藏有错误的态度 老蓬离开这么久 在她生前你对她那么好 没有愧疚 那就很值得欣慰了 我后来对修风说 我每天都告诫自己不留遗憾 怎么能不留遗憾 就是对爱人亲人 努力爱人 如果他们明天走了呢 我就没有再爱护他们的机会了 做到无愧于爱人 很不易 正因为不易 做到了才能还得心安 爱一个人 本身只想给予 只要她得到了 我就会像宠物一样快乐 然后才是天长地久的奢望 可是她走了 再也得不到 我们就可以停下来了 你的爱人走了 你要想让她一路走好 正想让她再提过安息 那好 你就好好活着 就像她还在你身边那样活着 就像喝醉酒 能握住她的手一样 爱你的人 爱你的人之所以是爱你的人 是因为她即使走了 她依然是爱你的人 只让你活得好 她就感到幸福 再说了 你还有女儿善善 将来还会有没错 而我呢 我和秋风呢 什么都没过 你要是再这么萎靡无珍 就没脸再见那些 比你人生权还更大的人 比如我和秋风 爱妃 你要珍惜 世界无末日 未来有美好 我和秋风以修行之心 祝福你走出阴影 或许会有新的爱情 波山 凳赛 童夕春来 浪漠深长 阳光普照 三代同堂 葵华 谢谢你 熊峰 谢谢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又要结婚了 好好好 他人特别好 很疼我 谢谢你给我的勇气 葵华 熊峰 千里之外 祖孙三代 祝你们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百年好合 将六十年 谢谢 谢谢 看见了 这才是真正能量的不及 根本就不干了 不及 谢谢 欢心点啊 茄子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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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 找个僻静的地方淡聊聊 好 我想过来 没什么可聊的 干人的故事 别忘了 你是答应过我的 不能逼得我走投无路 我是在什么情况下答应你的 你是清楚的 真的不考虑后果 大不了申办名令 但另一种选项明明是荣华富贵 我并不是逼您上岛山下火海啊 那个职位有多少人是求之不得的 比您以前的职位 发展性还要好啊 可我不情愿 这个理由是没有交换条件的 这里边有什么 你可是知道的 你们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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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家的安全 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在这儿呢